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过去几天在网络上流传 有人在击打古邦巴塑的马来干凳里面拍到 有一间独立民宅的屋顶上 竟然停了两辆国产汽车 一辆是甘州 另外一辆是三个 你看看那个画面 开车经过的网友看到这个劣迹的画面 拿起手机直接就拍了 没有想到这段随意拍的20秒画面 竟然在网络上爆红了起来 吸引了上万次的转发 还引来更多的网友 直接看到这一波流量密码后 他们也跟风去到当地拍这两台车 同样也让他们蹭到一波的热度和一波流量了 但问题是 那两辆国产车到底怎么会跑到屋顶上去的呢 答案不是因为屋主在展示它的收藏品 那一间房子也肯定不是国产车的修论 更不是当地发生了什么洪灾把车子冲到屋顶上 而是 而是屋主把他们家的屋顶当成了Car Park 把两台车停在屋顶上 那好了 下一个问题来了 这间看起来非常朴素的杆绑房子 难道还有特地盖一个停车场的车道 让车子可以开上屋顶去停吗 不是哦 屋主大概也没有这样子的计划 报道提到64岁的屋主跟他的儿子都是从事建筑业的 所以他们就弄来一台起重机 在过去的星期四花了半个小时和三个人力帮忙 才把家里的两台车掉上屋顶去停 你看猎不猎奇 重点是呢 这两台车子啊 屋主说 日常还是有人要开的哦 难道之后他们要出个门 还要特地把起重机叫来 把车子掉下来才可以出门吗 说实在那间屋子的周边 你看到照片当中 又不是小刀完全没有地方停车 是有必要把车停到屋顶上去吗 有哦 屋主认为真的有必要哦 屋主在受访的时候透露 昨天他的孙子女要在家里面办婚宴 要邀请甘宝里面1500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为了腾出这个空间容纳上千名的宾客 屋主才突发奇想 哎呦 这两辆车很左顶啊 不如直接把车直接停到屋顶上去咯 只是他没有多说 过去这几天筹备婚礼应该是最忙碌的 没有车子用耶 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可以让他们带不出去买东西呢 那当然这个突发奇想 不止吸引路人的眼球 把画面放上网后 引起更多网民跟风来拍 甚至还引来媒体采访 让他们的家瞬间变成了爆红景点 屋主的孙子女 就是那名昨天结婚的新娘子也说 一开始他也没有想到 叔公竟然会把家里的车子 停到屋顶上去 他因为忙着筹备婚礼 到了隔天才惊讶地看到 家里的屋顶上 竟然停了两辆车 那据说周边的邻居 都相当支持这个做法 新娘有可能他回到家 哇 怎么会有两辆车 停在车那个屋顶上面 自己也吓了一跳 只是呢 把车子吊上屋顶去停放 虽然你看起来很猎奇 也是一个很好的流量密码跟题材 但如果从房子的结构 跟屋顶的承重重量来思考的话 两台加起来少说 有一吨以上的车子 泰山压顶压在屋顶上 这屋顶真的hold得住吗 不怕会塌下来吗 刚刚有提到屋主 他是从事建筑业的嘛 自然是有分析过 他们家的屋顶可是水泥地耶 那里头呢 也会有大铁架在支撑着 应该是顶得住 停两辆车 不会坍塌 那屋主也说呢 虽然婚礼昨天已经办完了 不过呢 车子暂时还是会停在屋顶上 可能是叫不到起重机吧 所以下个星期 才会把车子拿下来 好 ���